第十二维度创始者讯息 这些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这就是原因 我们在这里支持你 我们是创始者 我们是第十二维度的非物质存有的集体 我们在此提供帮助 这段时间你们要慎重对待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欲望 你们的想法和你们的意图 为了要做到慎重 你们必须集中注意力 因此 你们确实想要拥有更多进入内在的经历 因为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就更有可能对自己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 向宇宙发出的东西更有觉知 因此 以冥想开始你们新的一天 总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你们从一天的一开始就有高度的觉知 那么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们就更有可能审慎行事 当你们大声说话或自言自语时 你们就是在说真言 就是在进行肯定 你们没有意识到的事 你们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存在于你们的思想和言论中 通过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发生着的事情 关注自你们发送给外界的东西 你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同样的 当你们以冥想开始你们的一天时 你们更有可能在这一天中保持高度觉知 如果你们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也去思考一些你们想要思考的事情 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你们真正欣赏的事物上 以你们的标准来看是积极的事物 那么你们就又以正确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一天 你们想要放下那些无意识的潜意识的东西 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入到有意识的思维中 这样你们就可以探索它 这样你们就可以问自己 你们是否还想让它在你们的振动中保持活跃 你们是否想要继续坚持你们的父母给你们的那个信念 你们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力量 它就在你们的内心 当你们通过着异于自己的所思 所言和所行来开始有意识的生活 你们会感到更强大 而当你们感到自己更强大的时候 你们就不需要金钱 名声地位或可能需要你们 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的权利地位 你们会毫无疑问的知道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 改变你们所体验的这个世界 因为你们会看到那些着异的想法和话语 被你们的物质环境和在其中的其他人反映给你们 注意 聆听 观察 不在自动驾驶的状态下做任何事情 你们就会在创造自己喜欢的实相 自己梦想的实相的道路上顺利前进 你们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完全向你们反映出那种积极性 那种爱 那种平静的世界里 我们知道这就是你们想要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但我们也知道 大多数人都走在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上 是时候过上一种安逸的生活了 是时候坐享其成 是时候张开双臂迎接你们从自己第一次呼吸开始 就一直在创造的世界 这就是使那些时刻成为你们可能体验到的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原因 且不论当下如何 他们都是令人满意的 我们是创始者 我们非常爱你们